好 来看坊间有卖这种很小 就有脚丫子一半大的木鸡鞋 号称穿上走路可以提吞减肥 高兴有一位小姐穿了这样的一个减肥木鸡 结果重心不稳跌倒了扭伤脚踝 就摔得小腿满身试伤 这医生就有说这样的一个减肥木鸡 跟垫脚尖走路原理一样 这个消耗能量可以减肥 但是并不符合人体工学 长时间穿还容易伤到脊椎 就是这款小小的穿起来脚丫子 露出一大截的小木鸡 号称可以提吞减肥 因为表榜穿上后 等于踮着脚尖走路 让小腿肌肉可以拉直 达到提吞瘦身的效果 但是高雄一位蔡小姐穿没几次 却摔得脚踝扭伤膝盖破皮 然后有滑倒然后去割上手 就缝了八针 蔡小姐就是穿了这双减肥鞋 在家里走来走去 结果脚就这样子拐了一下 整个人摔倒 医生说这很明显违反人体工学 这个地方的受力会比较大 那除了说会比较容易跌倒扭伤之外 或许它这个地方 也比较容易发展出压迫性的伤害 例如像足底筋膜炎 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产生 仔细看这双鞋离脚后跟还有三公分 鞋跟高2.5公分 医生强调长时间穿起来 对脊椎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整个臀型还有压力 腰椎受力的部分也会比较不一样 医生说减肥最好的方法还是多运动 像这样穿小小的木鸡 就怕减肥不成 自己先受到伤害 主题新闻 留意亲孙隐喻 高雄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